大家好 我是忠于许大夫 花生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食物 很多人都喜欢吃花生 对于一些爱喝酒的朋友来说 花生是一个味道非常好的下酒菜 它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坚果 餐桌上或者是逢年过节 吃零食解馋 花生都是重要代表 有很多的制作方法 比如说水煮 油炸 卤味等 适量的吃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而坚持吃花生对于人的血压变化 有没有影响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特别是高血压的患者 下面我就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 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日后找不到 现在在临床 中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的疾病人数是越来越多 高血压作为典型的慢性疾病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不过现在年轻人如果不注重自己的饮食习惯 以及生活习惯 也容易诱发高血压的症状 有人认为花生中含有维生素E 可以帮助软化血管 所以说吃花生可以帮助降血压 但是也有人说 花生中含有比较多的脂肪 不适合血压高的人食用 那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血压高的人可以吃花生 但是要少吃一次吃花生 最多的量不要超过35克 也就是一小把 而且吃花生后要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 控制好一天的总能量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 生活中不少男性朋友 更喜欢吃一些油炸花生米当作下酒菜 经过高温烹饪以后 口感会变得更加酥脆 但是油炸花生米中含有的油脂成分会更高 相对来说是直线飙升 而营养物质以及蛋白成分会随着高温烹饪而逐渐流失 所以我建议吃花生时最好要用水煮 不建议吃油炸花生米或者是奶油花生 因为花生能提供的热量又比较多 吃太多会诱发肥胖 高血压患者要控制好体重 肥胖会间接对于患者的血压产生影响 那怎么才能既吸收花生的营养 又不会产生肥胖呢 以下三点要注意 第一个不要吃的太多 想要安全的吃花生米 许多细节不容忽视 比如说要控制好量 花生吃起来很香 有的时候让其他食物变得更美味 还会加入以花生为原料的花生粉 但是不能因为食物的美味就毫无节制的过量吃 有的人在大量的食用花生以后呢 会出现脂肪过多 出现过度肥胖会间接的影响血压 血脂的变化 所以需要把吃花生的量控制到很好 还要考虑身体的适应情况 第二个选择清淡花生 吃花生要注意口味的选择 麻辣花生 盐煮花生 卤煮花生呢 大多都比较重口味 能够吸引人的味蕾 会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吃 不知不觉呢 就吃了很多 会提供太多的热量 已经有血压比较高 血液粘稠度又比较高 或者是肥胖的人 这类的花生米呢 就应该要少吃 建议选择无添加直接水煮的花生 能感受到食材的原汁原味 不会获取其他的物质 第三个搭配其他食物 在吃花生米的同时呢 可以搭配其他食物 有的人呢 直接把花生当作饱餐食物 容易一次性吃的太多 虽然能够提供人体需要的植物蛋白 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 矿物质 维生素等 但同时又获取到了脂肪 脂肪提供过量呢 是许多肥胖人的根源 最好在吃花生的时候搭配其他食物 比如说蔬菜 水果 既可以增加饱腹感 又不会一次性吃的太多 又可以获得其他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在搭配合理的帮助下呢 可以增强免疫能力 提高器官的功能 屏幕前的朋友记下来了吗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健康小知识 感谢大家的关注 看完以后记得点赞分享 给你身边更多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